原标题 和珅家产抵得上朝廷15年收入 那他是怎么防贼的 盗贼都要忽了和珅 作为一名全中国人都熟知的贪官 他已经不只是一个朝代的贪了 而是中国历史上的贪官代表 据说他的家产都能比得上国库 本来和珅一开始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 一心想要报效祖国 也正是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 渐渐让他崭露头角 后来得到皇帝的赏识 官越做越大 结果私心也就膨胀起来 利用自己的职务四处敛财 又用自己的权势开设多家当铺银号 这家产可就一点点做大了 等到嘉庆上位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处置和珅 不仅将其打入大牢 还把他之前辛辛苦苦搜刮来的巨额财产全部没收 这一没收才知道和珅一个人的家产 可就比得上朝廷十五年的总收入了 和珅其实也没什么背景 能够走到后来的位置 完全是他自己的努力 如果不是走偏成为了一名大贪官 说不定和珅还能成为一名历史上的榜样呢 那么和珅这么多家产 肯定会有不少人惦记着 保不齐哪位高人胆大的盗贼 就窜到和珅家去 毕竟他家比国库的钱都多 而且守卫肯定没有国库的森严 这话倒是没错 但是和珅是什么人 行借着超高的双商 困济在皇帝身边的人 人家有本事把这么多钱拿回来 那就一定有办法保证让人偷不走 曾经就有过这么一位 听说了和珅的万贯家财之后 想着反正也是不义之财 偷他的说不定大家还支持呢 于是就趁着一个夜晚 悄悄溜进了和府 要知道和珅家里的守卫也不少 一般的小毛贼是不可能进得去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位盗贼还是有点本事的 等他找到和珅家里 放金银珠宝的地方时 看着那些名人字画 古董花瓶 觉得偷出去了还得卖 这样不仅麻烦 还很容易暴露 偷些钱最方便了 于是他就没理会那些东西 继续翻香道柜寻找金银去了 好不容易才找见金银的藏处 结果他就上了盐 因为这里的钱根本就没法偷 和珅就是为了防止到贼垫系 所以就把银子全部都找人 终住成了一块巨大的银子 每一块起码都得上百斤 人家起的名字就叫拿不懂 小偷就算拿一个都没法好好的走出去 只能使干看着生气 从这一点上 我们更能看出来 和珅能在乾隆身边 待这么久还是有道理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